沈阳周深演唱会 9月定了 是他在东北的 首个万人演唱会啊 东北大米子们 开起来啊 终于迎来周深演唱会的好消息 3月15日 来自沈阳日报突然放出来的好消息 今年9月 周深将在沈阳奥提中心 举行他的首个东北万人演唱会 没想到是东北最先放出消息来 沈阳的米子们有福了 听说沈阳奥提中心可以容纳6万人 沈阳日报是藏不住一点了 他可是周深啊 实在憋不住了 当然要大声告诉全世界 知道周深粉丝思念成绩了 前面视频稍微说了一下 周深2月24演唱会将进行九成演唱 3月15日 沈阳日报在公众号发文说 今年9月 周深将在沈阳奥提中心 举行他的首个东北万人演唱会 报道和网传的周深三巡时间地点 做了一下比较是完全符合的 这也说明网传消息基本是正确的 既然地方的官方公众号贴出了消息 说明时间地点已经备案完成 或在备案中 如此推测 目前已经备案完成确定的应该有 5月18日上海煤奔文化中心 6月1日任正大运中心体育场 9月7日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此外还有6月15日成都东安湖体育场 7月6日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8月3日南京青奥体育馆 8月17日沈阳大莲花体育场 9月21日北京鸟巢 当然大家还是吃瓜不信瓜 最终还是以官宣和售票为准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多少场票都不好抢 2等到侮 foods 2等到侮 牧场 5日皆思语 2等 ample outside 7日年许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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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说 我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 周深换个pose 他是怎样做到外表帅气 模样又可爱的呢 pose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kewiseenne評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 跟各位朋友 老人过着矛盘 你在摇一里 蜷缩在他怀里 有只小猫咪 下的船 求的雨 一年一年 融在他的皱纹里 什么让世界常涌出个奇迹 人们像在外物温柔着相依 每当我对生活冒出些怀疑 这些可爱的画面就显出了意义 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奇迹 因为相爱接应的心也柔软无比 每当生活让我失去了温柔 那些动人的画面 就滴来了滚烫的气息